我們完成到了單位 然後樓層 然後到網格 那網格畫完之後的重點就是 我要在網格的這些焦點上去放下柱子 那放下柱子其實就在這裡 它在建築的建立的這裡就有個柱 那柱的部分還會分結構柱跟建築柱兩種 那這兩種簡單的思考你先想一下 其實跟我們真正蓋建築物一樣 你們有沒有去過工地看過 工地在蓋房子的時候 假設我今天是大樓 那種二三十層的大樓 柱子裡面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可能是那個 假設你是十幾層樓的 可能是鋼筋的 如果你是二三十層三四十層的 你可能直接就是H型鋼在裡面 一根從最下面到最上面 但是那個柱子 在灌完薑之後 外面你是不是還會再給它洗壓 你可能會是粉刷 或者是會再貼瓷磚之類的 對不對 所以柱子原則上就有點 結構柱就像我們真正去蓋那個房子的柱子 它可能像這邊黑偉都跟你講 它可能是H型鋼 它可能是鋼筋之類的 那但是在這個柱子的外側 你還會再包一個東西 可能是裝飾性的 那那個就叫建築柱 所以結構柱是窄重用的 建築柱純粹只是裝飾用的 它沒有什麼窄 沒有什麼結構的功能 但是這兩種柱子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建築柱內會包結構柱 但是我在算硬力的時候是算結構柱 是不會去考慮建築柱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這兩個最基本簡單的來講 是這樣的差異性 那我們先來看看怎麼樣加柱子在這裡面 所以在建築的柱的結構柱 那預設我們在使用元素 這樣子就是使用元素 使用元素的時候 左邊這裡就會出現 這個性質面板就跟你講 你現在在用的 叫做UC通用柱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H型鋼 那你可以點一下它 你就可以去挑 那你可是因為它內建 現在內建這個樣板 只有一種柱子而已 如果你不想用這個 那你就必須要用別的 那用別的怎麼去窄呢 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現在在執行柱子 所以我先取消 柱的結構柱 在放置的時候的面板 在這裡就會有一個叫窄路族群 那窄路族群就是我要窄路建築 我要窄路結構柱這個族群 所以我就點下它 點下它就會出現到窄路族群這個資料夾 那剛剛有特別提過 如果有些同學 你們在家裡打開 這裡是一片空白的 那你就按上一個教學去講 去把那個族群把它放進來 那這裡是沒有結構柱的 所以我們先回到上一層 我們到傳歷史 傳歷史這裡面就會有柱子 柱子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有好多種柱子 可以讓你使用 那我們要窄的是結構柱 等一下你小心不要選到柱子 我們要選結構柱 因為我們是結構的 結構柱這裡還有分好多種 我們先載一個試試看 等一下你讓你可以試試看其他的 那我先載入混凝土的 那混凝土這裡有好多種形狀的混凝土的柱子 我們先載入方形的混凝土結構柱 按開啟 等它一下下 它就載進來了 因為我剛剛是載入族群吧 載進來 載進來你看一下 這裡就有分了 原來是不是這個UC通用柱而已 但是我現在又載了混凝土方形的柱子 我載了這個族群進來 這個族群有 一二三四四種大小的尺寸的柱子 你可以在這裡進行切換 這樣子切換來使用 所以你看假設我選750乘750是不是看起來比較大 假設我今天選的是300乘300 是不是就比較小 那因為這都是正方形的 所以等一下你就選一個 假設像我們現在上課 我先選60乘60的好了 60乘60的柱子 那當我選完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放了 放的方式超簡單的 我們就是放在我們的網格的焦點上 點一下就放下去了 點一下就放下去 那但是你點一下放下去 你會發現它現在有警告 它跟你講說你建立的元素 在現在的一樓 它是看不見的 為什麼會看不見 我先取消一下 不用取消 因為這裡 每當我在放置或建立一個元素的時候 這個地方叫做我們的選項鍊 選項鍊的話它就會跟你講 你針對這一個類型的元件 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個柱子 它現在跟我們預設的設定是 我要放在深度 深度是什麼意思 深度跟高度知不知道差在哪裡 對 深是往下 高是往上的意思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深度250 就代表我現在從平面往下放250的意思 那我從平面往下放250 我是不是我在一樓我就看不到它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它跟你講 你有放喔 但是它提醒你 你現在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要修正它一下下 來 我先按取消 取消 然後按度一下 按度到 看一下 我結構柱還沒放 你可以這樣看得到 OK 我只有載入而已 我還沒有放結構柱 所以我們重新修正一下 我一樣一樣用結構柱 然後呢 一樣挑 60x60的 然後呢 我們不要換深度 我們換成高度 高度 那高度到多高 當然你可以用打的 但是因為我們是不是有設樓層了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我就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現在在一樓放 所以當然我直接跟他講高度到二樓 這樣是最快的 所以我就會從一樓到二樓 而且這有個好處是 將來我的樓層一改了 所有柱子跟著改 因為它是連動到二樓 它不是用高度來設的 那現在我們再放 是不是就看得見了 因為我跟他講一樓到二樓 那一樓到二樓 我的一樓平面圖 當然看得見了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進行放置 可以放在我的焦點上 那當然其實以柱子而言 你就算不放在 不放在你的網格上也是可以 只是我們做了網格 就是重點就是要放在網格上 所以來 我先把它給 刪了 所以等一下依序 請同學 放我在 排版上寫那幾個位置 就是柱子的結構柱 放在這裡 這裡 這裡 哎呀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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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放完了之後 按兩個離開 或按兩個右鍵取消 這樣子我就把柱子防躺去 好 那來 各位先試一下 比較簡單 所以我剛剛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先去宰入族群 宰入混泥土的結構柱 第二件事情先放置 好不好 來 試一下